随着意大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数的不断增加 意大利总理孔特于当地时间3月9号晚宣布 从3月10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 除特殊情况外 民众不得擅自离开所在地 3月13号 在意大利生活了20多年的华侨林茂峰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说 意大利的封城与中国差别很大 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 当地华侨华人互帮互助 共克时间 这个意大利封城跟中国比起来 其实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交通方面它也没有严格的限制 机场也没有全部关闭 有部分航班还是可以起飞或落地的 闽南市内的地铁和公交车 电车 也还是跟平常一样都在运行着 我们都积极地做好自我宣传 特别是在一些微信群里面 侨胞之间也是互相分享这种疫情的信息 侨胞比如没有口罩的 我们就在那里免费地给那些侨胞送过去 大家特别的团结跟互助 在发布紧急封城令的次日 除个别食品超市仍营业外 意大利米兰华人街九成以上的店铺 都已停止营业 华商超幻青在米兰经营一家奢侈品加工厂 疫情爆发后 它的工厂不再接单 单位交付已接订单 它只留少数员工在场中轮流赶工 让大多数员工回家隔离 因为在意大利的时候 我们的员工在家里休息还是要发工资的 所以意大利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政策出来 这个经济上面肯定是有损失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想的 我们现在要想的怎么样做好防防措施 做好这些工作 因为中国已经有很好的一个防防措施 也很好的一个例子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防防措施 意大利米兰浙江华侨华人联谊会会长温阳东说 目前米兰很多华人企业都在亏损 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但疫情当前 把员工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经营放在第二位 这应该是所有华商的共识 蒋成熙是意大利马兰欧尼时装设计学院的大二学生 他告诉记者 疫情爆发后 意大利几乎所有学校都选择了停课 如今宅在家上网课成了他的日常 虽然也有许多担心 但他相信只要保持乐观的态度 做好防护措施 疫情一定会过去 学校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呢 就已经通知了我们停课 然后现在也是开始了网课的学习 我们所有的考试都已经无限期的延后了 大部分的留学生还是会担心 疫情的状况能不能够迅速的控制下来 包括担心自己的学业 能不能够顺利毕业这一类的 但我们都相信意大利的疫情症状一定会越来越好 也相信中国的疫情状况会非常快的消失 中国加油 意大利加油